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今天是2024年8月27日,禮拜二 戰界上市的第22天 我已經玩了三個禮拜多了 那現在呢 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 戰界好不好玩 或許會比較中肯 因為我已經有玩過它的內容了 所以 我現在在講說 好玩或不好玩 應該是會比較客觀的啦 OK,那我先講 結論我個人是覺得 戰界是非常好玩的 因為它跟我今年玩的其他的 MMORPG遊戲不太一樣 它是有比較豐富的劇情 跟內容的 就是你會比較想要 快點去看它到底故事在講什麼東西 如果說你想要 能夠進一步看它故事在講什麼東西的話 等級必須要到位才可以 所以這個就是我目前想要持續衝的動力 不然的話呢 它就會顯示你這個等級必須要到什麼 什麼時候你才可以繼續通下一個主線 這個就是我已經有通關的主線 那主線的話呢 基本上來講都會帶一兩個動畫 跟一些文字劇情 那我這邊呢 我是希望啦 就是官方這邊看可不可以有一個劇情回顧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想要再回頭看這個 這個動畫的話呢 會比較方便一些些 不然的話如果當下沒有錄到 或沒有記錄到的話呢 基本上就沒辦法回味了 我在想應該也沒有人特別去 剪整個一個動畫吧 把它做成一個合集 應該是沒有 我是希望可以提供這個功能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必須要稱讚一點 就是說 這個遊戲 它的這個收藏呢 是非常簡單的 你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 需要的條件都非常的低啊 你看喔 像我這個已經完成的 很多都是 直接拿到就 塞了就好了 根本不需要再特別的加持 那這個也只是加4 那有些甚至還不用加4 只要加2 就是加一半就可以了 它這個收藏呢 都非常的容易達成 目前的完成率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的完成率是 22% 那如果說 以我玩了其他遊戲來講的話 以我可能 差不多玩22天的進度 可能頂多才 3、4%吧 但是在戰界的話呢 已經拿到了 22%了 哇我快隔壁了 因為這邊有 這個 時空侵略指揮官啦 在我主線這邊 我先 回去一下好了 不然待會就死掉了 所以呢 我覺得它收藏是很簡單的 那如果說 有一些需要 過比較多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它也不用過很多 它只需要過2而已 像這個是加8嘛 這個過2 而且它 加7 到加8 就加6到加7到加8 其實也不會很困難 不需要很大的量體 那唯一 比較辛苦的地方 在於說 有一些裝備呢 它需要的等級比較高 譬如說 像我們點魔法好了 一些比較 比較後面的一些 裝備的話呢 它需要打比較 高等級的一些怪物 我看看有沒有 例子可以舉喔 好像都沒有耶 都很很容易拿到 看一下 這個勒 這個46級就有了 我看看我看看 那這個 好像這個的話呢 就比較難完成 因為它需要打比較高等的怪物 就可以拿到 但是呢 基本上來講 你前面一些比較低等的怪物呢 你只要 弄得夠久 你都可以把這些收藏給它完成 機體都可以上去的 所以這一點呢 我是覺得它跟其他遊戲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於說 收藏很佛心 很好搞 那再來就是活動的部分啦 我覺得 贈送的部分也送蠻大的齁 你看喔 像這個 要你戰場活動 它現在就有送植布了 好 史詩製作配方 你只要把這些活動都完成的話 就送植布了 好 那正常的遊戲的話呢 應該不會那麼快 再開服沒多久的時候 就直接送你植布 好 那植布的話呢 它可以做很多的一些 裝備嘛 就是武器啊 好 防具 或者是飾品都可以 它這個是通用的植布啊 不是那種爛爛的齁 那如果說你要做比較好的王狀的話呢 基本上來講 也不會很困難 比如說像這一把是最好的巨劍嘛 混沌破壞者 它需要五個王的精髓 那王的精髓的話呢 正常是要打王才可以取得嘛 那其實它的管道來源也很多 比如說像我們山在這邊有個兌換所 這邊有個騎士團鑄幣 那你只要 有3600個鑄幣 你就可以買這個王的精髓的 那這個騎士團鑄幣的話呢 也很好取得 就是很多資源都非常容易取得 不會很高的門檻 不會需要你花很多的錢 你看喔 像均線的話可以拿騎士團鑄幣嘛 然後還有千道也有 然後再來就是你通關副本 也可以拿到大量的騎士團鑄幣 所以其實你要搞這種很頂級的王裝 其實也不會很困難 而且 現在 上市沒多捲嘛 其實很多活動都會送很多抽捲 其實我看 很多朋友啊 他沒有花什麼錢 但是他的卡池啊 可能比我還要漂亮 他可能已經三四指了 像我花了其實也花了不少 也兩萬多了 但是我的卡池可能還沒有他的漂亮 你看我 我就是兩個 兩個紫色時裝 跟兩個紫色精靈 但是有些人不花錢 他是比我還要漂亮的 所以其實 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個初期的活動部分的話 真的是送蠻大的 送蠻大的 那 時間的分配上的話 我覺得會比較耽誤 會比較花時間啦 不能說耽誤時間 比較花時間 你只能說他 花了很多心思 讓你可以花很多時間 在遊戲上去 去探索去玩 有些遊戲的話 你可能就是 花個三十分鐘 把任務解完之後 就沒事情做 就一直掛機 但是他沒有 你看喔 像 這個我先講一下好了 比如說像這個BOSS BOSS的部分的話呢 他是固定時間的 每天的十二點 還有這個 兩點 下午的四點 晚上的六點 還有晚上的八點 這個是十點啦 對不起十點 他都有這個網 會固定出現 你可以過去打 過去蹭 然後世界BOSS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每天的這個十二點 還有七點 跟晚上的十二點 也都可以打 然後每天的這個 下午的三點到四點 還有每天晚上的十點到十一點 也有西街山可以打 你可以打跨斧的朋友 然後 最近的話 又新出了這個世界副本 這個暗影戰場 這個暗影戰場的話呢 很好玩喔 他是每個禮拜四 跟禮拜天的 晚上的九點十 十分到九點半 你可以跟 不同伺服器 不同騎士團的朋友 去做團 團隊之間的對抗 就很像在玩 傳說對決一樣 我覺得 應該會非常非常好玩 那這個是他的獎勵 獎勵的話呢 也很棒啊 所以基本上來講 他的這些活動 都會提供了很高的一個 又贏讓你願意去參與 那這個是組隊副本 特殊副本 每天重製的 都60分鐘可以去打 這個是一般副本 每個禮拜重製的 所以基本上 如果說 你玩了戰戒 想要同時再玩其他遊戲 你可能會沒有精力 如果你要玩的話 我是建議的 就是好好的專心來玩戰戒 他應該就可以把你 可能生活中 多餘的時間把它填滿了 把休息時間把它填滿了 OK 總而言之就是 我是蠻推薦玩戰戒的啦 如果說你真的一時間 不知道玩什麼遊戲的話呢 戰戒真的很值得你入坑 以上簡單的分享 謝謝你們的聆聽 拜拜